今集我們主要來講講大雄家的關係圖 和談論大雄的父母結婚 和正鄉和大雄結婚的原因 我們就由戰國時代開始 最先野比嘉的祖先 就叫做新作和紅綠丁衛 之後到了江戶時代 就到紅左衛門 和他的兒子紅作 紅作之後就到新吉 而到了現代就到了大雄的爺爺媽媽 爺爺的名字叫做野比辛流 根據故事《夢裡的爺爺》裡面 大雄就說他的爺爺 在大雄出生的時候已經離開了 另外根據故事懷念媽媽 大雄的媽媽在大雄讀幼稚園的時候 也已經過了生了 之後就是大家熟悉的大雄爸爸媽媽 爸爸叫做野比大佐 是一個辦公室的職員 媽媽就叫做玉子 在結婚之前他是善變光的 在1964年8月7日 他們的兒子 即是大家最熟悉的大雄出生了 而到了將來 大雄和鄭香結婚 還有一個兒子叫做紅作 紅作和小元結婚之後 就生了他們的兒子叫做赤紅 最後就是大雄的炎酸 即是小紅 但是中間為什麼會有小紅的爸爸媽媽 但是並非赤紅 那就無從考究了 知道原因的觀眾朋友 可以在留言欄留言補充 大雄爸爸媽媽的相識 可以在故事大雄化妖消失了 那裡看到的 那時候的大佐 即是大雄的爸爸 原本是去見金本家的女兒和爸爸 談及談婚論嫁的事 但是最終大佐就拒絕了金本家 然後就在街上跟一個女學生發生碰撞 那個女學生即是大雄的媽媽 即是片桿玉子 那時候玉子的乘車證就跌在地上 大佐就拾起玉子的乘車證 那時候大佐就知道玉子的名字 從此就兩個人相識了 而到了求婚的時候 根據故事求婚大戰 大雄的爸爸媽媽相約在公園求婚 但是爸爸遲到 但是竟然就說因為廉價手錶壞了 但是那隻手錶 其實就是大雄的媽媽送給爸爸的 所以大雄的媽媽就很生氣了 正當大雄的媽媽 在公園的椅子想改變主意的時候 就認錯了跟爸爸的樣子十分相似的人 嚇到媽媽即時離開 並且在公園到處找爸爸 最終爸爸媽媽成功在公園再次相見 並且成功求婚了 大家都知道在小學的時候 大雄和正香的關係已經很好了 但是正香和出目慘的友情 使得大雄經常擔心正香不會和大雄結婚 反而會嫁給出目慘 原來大雄和正香結婚 是因為正香擔心大雄不能夠照顧自己 在故事雪山浪漫史當中 成人的正香就想約成人的大雄行山 但是成人的大雄嫌辛苦 所以拒絕了成人的正香 所以成人的正香就自己和她的朋友去 誰知道在雪山期間 正香和她的朋友去聯絡 而且當時在錄大雪 正香就突然之間變得很無助 那時候小學的時候的大雄 就想到利用時間報 就將自己變成成年人的自己 然後利用時光機去到雪山去幫正香 不過原來大雄所準備的物資 就不能夠幫助正香 例如拿錯了世界地圖 最後大雄還使到自己受傷 要成年人的正香照顧大雄 大雄回到20世紀之後覺得沒有希望 不過看了時光電視 看了成年人的正香 願意嫁給大雄 並說如果沒有正香在大雄身邊 大雄就不能夠照顧自己了 到了大雄和正香結婚的前夕 根據故事記載 大雄將進行結婚點的日期搞錯了 提早了一天到達結婚場地 即是王子麥果大飯店 大雄知道搞錯了之後就回到家 大雄的媽媽通知大雄 說伴府曾經打電話給他 原來是伴府邀請大雄 參加大雄最後一天的單身Party 一眾男主角包括小夫和出木杏 在伴府家開懷唱飲 Party到了晚上還未完結 而到了晚上 正香在他家最後一夜和爸爸晚安 但當時的正香似乎心事重重 在故事中 多拉A夢就拿出誠實電波 來射向正香 正香突然回到爸爸身邊 向爸爸說他不嫁了 最後正香的爸爸和正香分享 他出生和成長的過程 並且和正香說大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正香選擇大雄 將來會是幸福的 最終正香和大雄就結婚了 並且伸出小腿紅了 好了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CLS三部曲 留言、讚好和分享這條片 訂閱我這條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鈴鐺 以便獲得這條頻道的最新資訊 也歡迎大家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